把這個世界要放下 那世界不外乎親情 才是名利 這都不少東西了 叫魔 把你無時借來的煩惱息氣 把它拉出來了 要貪臣吃滿意 你就造輪迴夜 繼續搞輪迴 來時必經時還要哭 這是不能不知道的 不能不提高警覺的 尤其是六十以後 要辦來生的大事了 我們在年輕的時候 老師給我們講 歐陽修的求生父 用四肌 來比喻一個人的一生 那從出生到二十歲 人生的春天 二十到四十 人生的夏天 四十到六十 人生的秋天 六十到八十 人生的冬天 所以 六十以後啊 直到人生的冬天啊 春夏秋冬啊 我們已經到末後 最後一季了 要辦明年的事情啊 幾個人覺悟了 到秋天這個時候 萬雲要放下了 冬天不一定存在了 人生真的是苦短 兄弟當中 同學當中 朋友當中 四五十走的 五六十走的 很多啊 能喝到八十歲的 不多啊 沒有結果啊 那八十以後 風諸殘念啊 不定什麼時候走啊 說走就走了 一定要有這個 警覺心啊 有一天的光陰 念夜天天 彌陀 這是真性死 這是真正嚮往西方 七六十七 要是還搞世界明文力啊 晚了 纵然你得到了 你還能過 我享受紀念 八十以後 分分秒秒 都是最可貴的 啊 抓住了 來神又致亡啊 疏惑了 來神再散途 你神又多可怕 我們必須要記住 決定不能告三途 告三途 對不起自己 對不起父母 對不起老師 對不起佛菩薩 那就是罪人 啊 應該這樣 晚月放下 真心 真怨 老實念佛 時時刻刻 心裡面的阿彌陀佛 未曾丢失 這叫功夫 啊 這就是 往生有霸佛 常常把阿彌陀佛忘記了 還有很多妄想雜念 這個不好啊 這個往生沒把握 不能不想這個問題 這是我們一生當中 第一個大問題 阿彌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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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阿彌陀佛 阿彌陀佛